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欢玩坏各种汽车品牌的Wayzer 去年啊 我没忍住 给红旗呢 画了一个MPV 将电动侧滑门的导轨布置于 塞住后侧的玻璃下方 这样就能够让车侧足够的光滑和统一 好多小伙伴在弹幕里说 出就买 哎 这不巧了吗 前段时间我就看到叠照 红旗啊 真要出MPV了 需要买的小伙伴 准备好了吗 那红旗的MPV到底长啥样呢 实力如何呢 这一期咱就来一波精准曝光 走着 MPV啊 是有着很强的功能属性的车型 要求是又能拉又舒适 所以啊 基本都方方正正 红旗的MPV呢 看叠照也不例外 来 我先简单化一下这个整体外轮廓 再稍加细化一下 红旗MPV的整体造型呢 就基本出来了 自打H9啊 发不起啊 提起红旗 你脑子里是不是基本就会有一个大致的造型概念了 植铺式的中网 中流砥柱的车标 犀利的大灯 而这些呢 在红旗MPV上都有 这时候肯定有小伙伴要说了 红旗这张前脸啊 我都看厌了 诶 那我就来告诉你啊 红旗MPV相比于最早发布的H9啊 又有了啥变化 首先啊 看叠照 MPV啊 中网除了巨大之外 中网两侧的装饰件 其实啊 是有花纹的 其次呢 MPV灯组还采用了分体式设计 啊 还有啊 记住这个下灯组的造型 最后呢 不出意外 还会有一条镀隔装饰 从大灯延伸到下包围 而这些设计改变 其实啊 都是从红旗全新的 L级概念车衍生出来的 这时候 你肯定要说了 我怎么会这么清楚呢 咋说呢 假如你也连续曝光 H9 EHS9 LS7 H6 这些新车 并且给红旗畅想过 轿跑啊 MPV啊 全新H5 和红旗的缘分啊 你也会解下 行啊 网上有消息 内部代号 C095的红旗MPV 将会采用红旗第三代 2.0T发动机 匹配8AT变速箱 年产能啊 2万台 2022年下半年上市 将会对标的呢 是别克 GL8 艾维亚版本 丰田 Alpha 这些车型 怎么样 这样子的红旗MPV 能让你放弃 加价的Alpha吗 在车侧 除了修长的腰线 方便上下车的 低矮地台 以及红旗 惯用的车窗 镀铬装饰 最显眼的 也就是这个 侧滑门了 而且呢 设计师 把滑轨 隐藏到了 车窗部位 这个设计啊 好评 而车尾 通过叠照 已经能很清晰的看出 基本的设计啊 首先 类似红旗LS7的 贯穿式尾灯 也被MPV 沿用 只是在具体细节上呢 稍有不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啊 红旗MPV 这个尾门开口 应该会是 相当的巨大 正后这一块啊 基本都可以敞开 想一想 特殊场合 关键时刻 后门打开 突 突然想拿点东西 宽敞的开口 那还是很方便的 作为保镖 保镖颜值的 红旗MPV 兼顾了颜值和功能性 应该是 长短家伙 都能放得下吧 啊 啊 而在那时 要说MPV 其实最重要的 就不是驾驶杯了 而是成员舱 所以啊 这一次重点啊 我们就放在 座舱的打造上 我一定不会告诉你 是因为我没有 驾驶舱的叠照 没法预测 既然都对标Alpha 我觉得吧 红旗的MPV呢 在七座版之外 怎么的 那也要来一个四座 二加二布局版本 在羊绒地毯上 给第二排 设计上独立的行政座椅 按摩 车载冰箱 星空顶这些 应该都是基本标配了 或许啊 还可以再来一个模式选择 利用氛围灯光 多媒体 音响系统 把座舱变成一个奢华的放松空间 各位 持臂观望的老板 可还喜欢呢 不过作为年轻人啊 我猜大家肯定也想改装一下 红旗的MPV吧 来 视频最后 黑武士版红旗MPV 安排上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